说是在早年间 这小白楼当铺这一带是当铺众多 这当铺一多了 是非也就多了 在这小白楼附近有这么一户人家 这主家姓李 在大公报报馆里当差 家里雇了个丫头叫金翠 那是聪明又机灵 有这么一天上班上 金翠上街去买菜 走着走着就突然发现地上 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他好奇随手就捡起来 打开这么一看 竟然是一张当日的当票 他心想这准是哪个当家不小心丢的 金翠在家那是上过半年私塾的人 所以他认得的当票是通源当铺出的 上面写着当物是一件 虫吃鼠咬光板无毛破面烂理的棉袄 这当金是四块大样活当 金翠看了之后 那心里是一阵惊喜呀 他听这李先生讲过 你就是再好的东西到了当铺里呀 都会变成什么破洞啊 烂边啊 什么断丝的破烂 一件破棉袄能当四块钱 那肯定是上好的绸缎棉袄 这要是赎回来 再卖给孤一街呢 什么孤一铺子 这一准啊 能赚个快把毛的 还有啊 当天的东西 当天就赎回来 这当铺啊 他不收任何的利钱 所以回去之后啊 金翠啊 就借口说呀 家里面急用钱 向李先生啊 提前预支了两个月的工钱 揣着大洋和当票 来到这通圆当铺 说要赎当 这当铺里啊 这个老先生啊 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戴着一副老花镜 他眯着眼睛 看完这当票 面无表情 四块当本 金翠连忙就把钱递了上去 不一会儿的工夫啊 这个嘲讽啊 就把这一个半心不救的包袱 递出来了 好走不送啊 那金翠是辈儿高兴啊 转身就离开了当铺了 来到了一个僻静处 迫不及待打开这包袱 一下子就傻了眼了 那包袱里是啥呀 这包袱里啊 是一件破破烂烂的袄子 连半块钱都不值 可怎么会这样呢 这金翠就后悔了 又回到这通圆当铺 把这包袱往窗口一塞 气呼呼的 掌柜的 这不是我那棉袄 你把我那四块钱还给我 那嘲讽叹头瞄了一眼金翠 姑娘啊 那你说说你的棉袄是麻面 麻里子呀 凭麻说这棉袄不是你的呀 金翠一下子就被问住了 那嘲讽把这包袱往外一推 对不住了哈 咱们已经是财务两清啊 您呐请回吧 金翠就没了辙了 很不乐意把这包袱抓起来 走出这当铺门 那眼里的泪呀 忍不住就扑扑的往下落了 回到家的路上啊 金翠在路边有个乞丐 十分可怜 顺手就把这破棉袄就给他了 过后这一点几天呢 金翠心里一直在琢磨呢 如果这荡家荡的是那件破棉袄 那嘲讽就是再傻 那也不会给四块钱的荡本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在是想不通啊 金翠就只能把捡到荡票的事情 给李先生讲了一遍 请他呀 帮自个儿想个折 把那两个月的工钱要回来 李先生听了之后 长叹了一口气 你呀你呀 你是上了通圆当铺做的局了 我听报馆里的人说起过 有些人到当铺当完东西之后啊 知道自个儿没能耐熟 干脆连当票也不要了 拿着钱就走了 这当铺之后啊 就琢磨出了一个损招来 来故意把这当票丢到大街上 有人捡着之后 他发现有利可图了 就拿着当票和钱来赎当 当铺趁金给这人啊 一件破烂玩意儿 这两头通吃啊 啊 先生 那那我该怎么办呢 没辙 你呀 认倒霉吧 金翠一听这信就甭提有多后悔了 过了几天 李先生下班回家了 忽然对金翠说了啊 金翠啊 我呢 找了一个高人 想了一个高招 到时候啊 咱们找机会把你那个钱给找补回来 金翠一听他喜出望外呀 连声说谢谢 后来有这么一天晚上 李先生把这金翠叫进了书房 拿出了一个黑匣子 明天上午一点钟 你把这匣子里的东西拿到通源当铺 当了啊 啊 先生 那这这里面是是骂东西啊 那他当多少钱呢 哦 是一件白玉米乐佛像 最少能当两百大洋 记住啊 一定要上午去啊 转天上午 金翠是掐着终点 就到了通源当铺 那嘲讽正在跪台后面打盹呢 金翠把这匣子一递 掌柜的 这玉佛你们收吗 这一声就把这嘲讽给惊醒了 他忙带上这老花镜打开的匣子 迷迷登登 瞧着瞧着白玉的米乐佛像 啊 那想当多少钱呢 啊 三百块大洋 一百五十块 行就留下 二百块吧 不行我就上别家看看去 这嘲讽琢磨了一下子 那死当还是活当啊 活当 三个月之后我输回 嘲讽就冲着票台 软塌塌喊了当了 出票 瑕疵 瑕疵玉石 弥勒佛像 一尊 当本 二百块 三月期限 月历二分 然后金翠 然后金翠拿到档票和大洋啊 回去之后就交给了李先生 时间过得快呀 这一转眼三个月的期限就到了 李先生拿出了那张档票交给金翠了 金翠啊 你去把那尊弥勒佛像给赎回来 金翠接到档票之后 见李先生拿起报纸了 先生啊 这赎档带上档本和利签呢 可没想到李先生头也没抬 用不着 你拿着档票去就行了 金翠一听就愣了 李先生这微微一笑 就小声对他如此这般的说了几句 金翠立马变得 异常的兴奋 飞快的奔出门去了 来到通圆档铺 金翠把这档票递到柜上 说是要赎档 这嘲讽瞅着几眼档票 让那小伙计取来了黑匣子 哦 档本两百 外加撒月的利钱 总共是218块钱 这我还没验东西呢 金翠踮着脚下 把这匣子抱下来打开一瞧 哎我说掌柜的呀 我当初当给你的白玉佛像可是好端端的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你们是怎么保管的呀 啊 嘲讽瞪了一下子 结果这匣子这么一瞧啊 发现这佛像啊 确实是有些不对劲 但还是指着档票 你瞧仔细了啊 档票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啊 瑕疵欲识弥勒佛像一尊 知道骂叫瑕疵吗 这就是瑕疵啊 金翠听了之后 那气不打一处来啊 您奔给我这一块儿玩着弯弯绕 这佛像一准被您给掉了包了 然后几步就奔到门口 扯着嗓门就大叫起来 我说过路的老少爷们们啊 通圆当铺把我当的东西掉了包了 还跟那主书的鸭子一样嘴背硬 大伙过来瞧瞧平平这个理儿吧 那嘲讽当时吓坏了 慌慌忙忙从柜台里奔出来 双手指坐椅 姑娘啊姑娘 有骂话咱到屋里说行不 哎呀您那就别冲着外面嚷嚷了哈 赶紧把这金翠请进了账房 客客气气的 您说我们把您的佛像掉了包了 这这有证据吗 金翠冷笑了一声 嘿嘿怎么没有啊 去给我端一盆水来 很快这小伙计就端了一个盛着水的铜盆 金翠是二话没说 拿起那佛像就放进了水中 不一会儿啊 这邪门的事就出现了 那佛像居然慢慢的化成了一堆像岩式的东西 嘲讽也瞪大了双眼傻了 掌柜的 来来来 你给我说的说道 这是要骂事吗 这嘲讽一看 得 您骂也甭说了 赔您四百块大洋的发金 我还不成吗 这 拿到大洋啊 金翠立马就叫了一个交批车 美滋滋的回来了 然后李先生听他讲完了经过 笑着拿出五块大洋 金翠啊 这四块是你的本钱 多余的一块 算撒月的利钱吧 金翠慌忙谢过 然后又多问了一句 先生啊 哎 那佛像怎么会在水里融化了呢 哎 那尊白玉佛像啊 是高人拿名凡做的 玉热就变形 玉水啊 就融化 之前呢 我去观察过 那嘲讽年纪大 一到晌午啊 就打瞌睡 那迷迷登登的 好几次都出了差错了 你这个时候去啊 他不容易看出猫腻来 明白了吗 呦 先生 对这种黑心当铺啊 就得这么治他们 转天晚上啊 金翠没啥事吗 翻看李先生带回这大公报 忽然看到了一则新闻 某档铺玩花样 设局坑中人 一女士巧设计 破局出恶气 那这讲的当然就是 这金翠上当的经历 最后还提醒说 如果遭遇此类骗局者 速来报馆 领取被骗的档本 那不用说 写这篇新闻的人 正是李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